想要到帛琉打疫苗的旅客要多注意了 帛琉观光局台湾办事处宣布 帛琉政府从8月19号开始 不再提供莫德纳疫苗 有旅行业者就日估 恐怕会掀起帛琉团的退定潮 台湾旅客远赴帛琉苦等排队 不少人都是冲着可以施打莫德纳疫苗 不过帛琉观光局台湾办事处却对外宣布 从19号开始将不再提供莫德纳疫苗 看看帛琉观光局台湾办事处的网站写下 目前帛琉疫苗的储备量只有2000剂的辉瑞 和1000剂的交生疫苗 8月19号后莫德纳疫苗将无法提供给旅客施打 不止疫苗选择变少 由禁于国际疫情严重 帛琉观光局台湾办事处也发布正式新闻稿指出 台湾旅客如果从未施打过疫苗 也没有意愿到帛琉打疫苗将不允许入境 也就是说想到帛琉纯观光旅游是不被允许的 有旅行业者预估恐怕会掀起帛琉团的退订潮 目前有退订的大概都是那个后股 顺位在很后面的 就不再有机会等到的 所以他们就先取消了 而先前有旅客在台湾施打第一剂AZ疫苗 到了帛琉第二剂接种交生 根据帛琉当地的说法 是因为依据美国CDC规定 AZ和交生同属腺病毒疫苗 所以可以混打 不过台湾目前还没有同意 民众出国旅游打疫苗 如果回台后又不被承认 会不会冲击帛琉团的买气 也令各界关注记者纵道 台电公司在一周之内 爆出两名员工确诊 会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上的台电总处 上周才有一名员工确诊 结果台电证实在昨天 又有另外一名员工染疫 而据说这名员工已经怀孕8个月了 台电先是在11号有员工确诊 当时从办公室证明怀孕的女性员工 她裁剪成阴性 采自主健康管理 结果在8月14号的时候 咳嗽喉咙痛 8月16号透过家用快筛试剂验出阳性 再经过医院的检验确诊入院治疗 而更传出 这名员工其实已经接种过 两剂莫德纳疫苗了 不过对此 指挥中心很低调地表示 这名个案尚未列入确诊案号 台电公司燃疫连环报 一周内两名员工确诊 会在罗斯福路上的台电总管理处 11号先是有员工确诊 16号再传员工染疫 而且两名个案是在同个办公室办公 这名30多岁的女员工 11号她在同事确诊后 PCR裁剪阴性 匡列为自主健康管理 14号出现咳嗽喉咙痛 16号透过家用快筛呈现阳性 之后到医院裁剪确诊 紧急匡列30人居家隔离 而且传出这名员工 已经怀孕8个月 还打了两剂莫德纳疫苗 因为她才刚确诊 所以还会列入今天的暗号之间 有关她是不是怀孕的部分 我们这边就没有任何的 更进一步的一个说明 是否为孕妇 指挥中心和台电都很低调 只是两名确诊员工 未在同个办公室 也被怀疑是职场群聚 感染源有待厘清 而台电已经让同部门 以及邻近部门员工居家办公 也全面清销 但有员工不满 之一爆发疫情后 台电只给员工用居家快筛 根本是忽视风险 强调快筛和PCR双管旗下 毕竟一周两起确诊 更可能是突破性感染 台电指挥中心和北市府 都不敢大意 据有林冲阳月达台北报导 台湾在今天新增了 四例本土确诊科案 在台北跟新北各新增了两例 不过在新北新增的这两例确诊 一个是因为被家人传染 另外一个是看病确诊 所以跟在昨天爆出来的 亲友旅游团并无关联 而新北市也持续地追踪 亲友花莲旅游团的感染源 他们回到北部之后 又有人是回到了职场上班工作 而其中有个案是在北市上班 因此台北市也公布足迹 有四个人曾经搭乘捷运上下班 而其中案15967 也曾经到过台北车站转乘高铁 针对此案 台北市已经匡列了223个人裁剪 那么裁剪之后呢 再找到一人确诊 研判应该是职场接触的感染者有关 17号全台新增四例确诊个案 其中新北市有两人 三重个案是女儿在8月3号确诊 因此被匡列 在截除隔离时被验出阳性 另一个板桥个案 是去台北看病时裁剪 发现确诊 但感染源还要再厘清 要到台北农种去就医 那裁剪出来 在8月16号裁剪出来 它的CT值已经达到37 新北公布的量确诊 都和前一天亲友旅游团无关 反而是台北市找到相关的新增个案 但还没全部裁剪完 而且还要继续扩大追查 毕竟新北亲友团结束花莲的旅程后 更安都回到北部正常上班 现在北市也公布他们的捷运足迹 4名确诊者足迹 包含8月12号下午4点 从鼎溪出发到东门转乘 再到台北车站约半小时 还有8月12号 43号上班通勤时间 从府中到六张离 以及三明高中到石牌 晚上6点半返程 另外还有8月14号傍晚6点 从台北车站返回鼎溪 确诊者没有被及时找出来 导致染疫后还是爬爬灶 现在各地方政府沿着足迹 望洋补牢 记者复站李虹台北新北综合报导 第六轮高端疫苗即将在23号开打 但是外界仍然有疑虑 实用署公开高端疫苗完整的中文说明书 坦诚保护效期不明 而且对65岁以上的长者 跟免疫功能不全者 综合抗体效价较低 那么对此陈时中就解释说 这个效期不明使用时间不长 那么免疫反应低下这个部分 那么针对这个高龄长者 或者是有其他疾病的患者 那么其实所有厂牌的 这个状况其实都是一样的 如果个人有疑虑的话 是可以先跟专家来咨询 只是专家就直言了 三期试验的结果 要全部完成了 才能够代表说这个疫苗 真正的有保护力 国产高端疫苗预约人数不断更新 23号即将开打 但外界一律似乎没停过 一届提出高端投稿国外期刊的试验结果 一期综合抗体平均效价是52 二期换了实验室 携清综合抗体平均效价是662.31 比第一期多了13倍 同一支疫苗结论差很大 就是不同实验室不同的方法 就有不同的结果 同样的一个条件来做的 那样的实验才有比 有那个结果才能够做比较 你真正能够代表到只有三期试验 专家直言只有三期试验的结果才具说服力 目前高端已经在巴拉圭做三期临床试验 但是由于试验是一千人的免疫桥接设计 是否可以依次结果取得国内药症 陈时中直接泼冷水 以那样的数据风险是很大 以我们的FDA的现在的标准 用量来申请药证 那恐怕是很困难 依照实药署公开的高端疫苗 完整中文说明书 打完两剂后28天 对于65岁以上长者 有共病者 以及人类免疫缺乏病毒抗体阳性的民众 综合抗体效价比较低 由于目前高端开打 依旧是第九类跟年长者优先 该不该暂缓让这类族群施打 陈时中说不会建议不打 个人有疑虑应该跟医师咨询 高端开打在即依旧话题不断 记者综合报道